我聽見你的聲音 有種特別的感覺 讓我不斷想 不敢再忘記你 我記得有一個人 永遠留在我心中 哪怕只能夠這樣的想你 我愛你 愛著你 就像老鼠愛大米 不管有多少風雨 我都會依然陪著你 我想你 想著你 不管有多麼的苦 只要能讓你開心 我什麼都願意 想著你 這樣愛你 你放心 我不會辜負你的苦心的 我相信你 我不會辜負你的苦心的 结婚之后啊 你一定会是一个好爸爸 好丈夫 北洋叔叔 你要结婚啊 你放心 我结婚一定找你当花童啊 那军军阿姨 你也要结婚啊 我们今天先别谈这个好不好啊 走了 军军啊 我话还没讲完呢 改天再说吧 改天再说 答应我的求婚了 大厦公经理 要出去啊 是啊 去市区逛逛 顺便买点本地的特产 好啊 我送你上去 好啊 收到信了吗 信 什么信啊 还不好意思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行 你真会装傻 不知道就不知道吧 你要好好等人家啊 谁啊 心找不休吗 心找不休 爸爸 谁送的花 废祥叔叔送的 又是废祥那个小子 他花样真多啊 怎么 你识错啊 那你怎么可以随便收人家花啊 嗯 嗯 我收人家的花 还得经过你的奴医啊 嗯 军军 嗯 我有话想跟你说 嗯 好啊 我也想跟你聊聊 不过我今天没有空 我们再找时间吧 嗯 拜拜 米妮 嗯 我有话想跟你说 哎 金金姐 请进 小肖 小肖 来 随便坐吧 嗯 哇 小肖 你今天是不是打扮过啊 好可爱哦 还换了发型对不对 我自己设计的 好看吗 嗯 好看 哎 你这花 你要我转交给人家的信啊 人家看了 而且他非常的感动 所以买了树花 让我送给你啊 真的 哇 没想到我的梦 这么快就实现了 谢谢你啊 金金姐 我太感动了 哎 这花怎么那么眼熟啊 什么意思啊 今天吧 我会看有一个人拿这花 说要去求婚 哦 可能是最近大家都流行 买黄玫瑰送人吧 哦 你要不要再来一颗 香草冰淇淋 你想撑死我啊 没有 我是想给你试好啊 你想吃什么 尽管说 我不相信你一定有什么阴谋 敏妮 费翔叔叔 为什么送花给军军阿姨啊 原来是贿赂我啊 我还想吃烤鸡腿 那你真会趁机勒索你啊 开玩笑了啦 我哪吃得下那么多啊 那那那快说 他为什么要送花给军军阿姨啊 费翔叔叔快要结婚了 费翔要结婚 跟谁啊 军军阿姨啊 不然他为什么向军军阿姨求婚啊 费翔跟军军求婚 那那军军怎么表示 这我得好好地想一想啦 说了才可以吃哦 吃不到 我想不出来 吃不到 我想不出来 来 说说说说说 费翔叔叔说 他结婚了以后 一定贴我当花童 什么 军军阿姨说 费翔叔叔结婚以后 一定会是个好男人好伴伴 你一个人在这里拍独角戏啊 我等了你半天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我突然有事耽搁喽 你找我来这里干什么 该不会真的是要我陪你拍独角戏吧 你还有心情跟我开玩笑啊 军军 开玩笑 好吧 什么事这么急啊 有人瞒着我给你求婚了 我还能不急 求婚 没有人跟我求婚啊 没有人跟我求婚啊 费翔不是吗 费翔 怎么 你吃醋了 没 没有啊 现在不是吃醋不吃醋的问题 现在是生死关头啊 那你可以学学舞台上面表演的戏一样 跟费翔决斗啊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会狠狠地揍他 这么严重啊 说得跟真的一样 那 那难道不是吗 谁跟你说的 米妮啊 那个费翔还要让他当花童 我都快气死了 这是天大的误会 费翔没有跟我求婚 没有跟你求婚 嗯 那他送你黄色玫瑰花干嘛 那是送给小向的啊 小向 嗯 费翔送花给小向啊 奇怪 他们不是闹翻了吗 情人之间哪 非分合合是难免的 哦 哦 谢天谢地 小向这个皮球终于物归原主了 米妙 小向是一个很好的女孩子 她心地很善良 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她 那这么说 就是我一个人 演了一场糊涂的闹剧 是啊 你自己抢着当男主角 不要拖我下水哦 那我要重写剧本 啊 让我们两个来个大团圆的喜剧 啊 啊 什么大团圆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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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婚 我没事要跟你结婚啊 然后我不要 为什么啊 你说为什么啊 我结婚啊 嗨 亲爱的大米 你 你在叫我啊 难道这里还有别人像你吗 哦 不是 我不太习惯别人叫我 亲爱的大米 以后啊 你就会慢慢习惯的 啊 我漂亮吗 哦 很漂亮 就像是个 谈恋爱中的女人 我爱你 爱着你 就像老鼠爱大 你 心情不错啊 当然不错了 阳光明媚 如果你要是陪我到湖边 和我一起唱老鼠爱大米 我会更开心的 不行啊 上次唱完那个 未爱受一次之后 唱出麻烦了 我害怕了 有什么可怕的 夫唱妇随 等以后我们结了婚 我还会天天跟着你闹 谁谁谁谁 谁说我们要结婚的 你送的黄色玫瑰 我都收到了 你的心意 我全都明白 我没有啊 我没有送任何人玫瑰花 啊 不是你送的 那是谁送的 那一定是肺翔送的 啊 是他 嗯 我想你想着你 不管有多么的苦 只要能让你开心 我什么都愿意 这样爱你 小向你干嘛推我下水啊 嗯 那有人这样送花的呀 你别臭美了 谁要送花给你啊 那这花是 你别装算了 你自己买的黄色玫瑰花 你不认识啊 哦 难怪我觉得这么眼熟啊 你仔细看清楚 大情圣 哎 奇怪我送给她的花 怎么会在你手上 你不是嫌弃我吗 干嘛送花给我 嘿嘿 这花不是送给你的小向 这花是我送给君君的 送给君君 嗯 我要向她求婚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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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向 我怎么知道费下 那个花是要送给我的 我因为那花是要送给你的 所以才会造成这种误会啊 姐夫 我 我跟啥子一样 人还去找蜜羊 太丢人了 不过还好 我没有把信给米羊 否则闹得笑话就更大了 哎 哎 那信你没给米羊啊 嗯 那信是要给米羊的 对啊 啊 那信就是给米羊的 那上面明明写着 亲爱的大米 哎 你怎么会给费翔了 嗯 你喜欢的不是费翔嘛 哎 姐姐你别说太丢人了 啊 小向 都是我的错 你别哭了 都是我的错 我对不起你啊 啊 姐姐 自打我来到杜家村 他出进了球 啊 人人都等着看我的笑话 小向 嗯 你千万别这么说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风格 跟特色 你一定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的 啊 姐姐 你别安慰我呢 我知道我不招心啊 啊 肺翔不喜欢我 蜜羊他又躲着我 啊 连我自己的爸爸 他都不喜欢我啊 嗯 嗯 嗯 你不要哭了 你再苦连我都想哭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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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嗯 喂喂喂 哎 我们不过是练拳 你怎么来真的 练拳就练拳 你不好好练 花熊绣铁的出招 那不如别练了 我看你啊 是公报私仇 你拿我来发泄啊 公报私仇 我今天心情好 不然你死得更惨啊 你当然心情好了 送人家黄色玫瑰花 让小湘偷怀送包 你少胡说八道 他看上的是你 我 你只会在嘴巴上逞强 我告诉你啊 那花是我送给军军的 你也别太难过 天涯何处无方早 下一个女人会更好的 哇 你来真的 我不出重拳 你脑袋不会清醒的 军军已经写情书给我了 你还不死心啊 军军送你情书 是啊 你这个人啊 是不到黄河心不死 我拿出情书 保证让你傻眼 好啊 你真的有的话 拿出来啊 拿出 我才不拿呢 我拿出来你生气之作 我把他撕碎 我怎么办 你拿不拿 你想怎样 你以为我怕你啊 搞清楚状况 这是我的地盘 哇 我有这么厉害啊 潞军 云军 你真的写了封情书给废祥啊 我问你 你跟小巷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跟小巷 没怎么样啊 怎么了 那他为什么会写情书给你啊 嗯 没有啊 我没有收到任何情书啊 信都交给我了 还说没有 信给了你 那写些什么 信是写给你的 我怎么知道写什么 那你怎么知道是封情书 而且是写给我的呢 信封上面就写着 亲爱的大名 永远爱你的老鼠 看不就明白了吗 那信呢 信 我拿给飞翔了 因为我搞错了 我以为是要给飞翔的 所以 我全像有这么好笑吗 难怪飞翔跟我说 你写了封情书给她 她还把她当成宝一样 说是你对她的爱情见证 不要笑了 天哪 来了 飞翔 你的脸怎么了 你撞到墙壁了 打拳击的时候被人家打伤的了 被打伤 你不是教练吗 再好的马呢也有尸体的时候 拳击教练跟人打拳击 就不会失手啊 那高手是谁啊 我认识吗 还有谁 不就是米羊 米羊 他能够把你打成这样啊 那小子受一点刺激就受性大发 趁我不注意的时候偷袭我 不可能啊 他才不可能会那样做 你才知道啊 那小子为了你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不会是你们两个打架吧 他呀是嫉妒你写情书给我 我写情书给你 嗯 写你个大头啊 对了 拿来 拿 拿什么 情书啊 那个情书是你写给我的 我们爱情的见证啊 我给你的爱情见证 对啊 你该不会拿着这封情书到处跟人家说吧 我们是约好不说的了 可是米羊的小子不死心 我才不得不跟他说的 谁跟你约好了 你胡说八道 你不是跟我说这封信 只有你跟我知道就好了 哎呀 那是小小要给米羊的信 是我弄错了才把信拿给你的 啊 那里头永远爱你的老鼠不是你啊 你想到哪里去了 永远爱你的老鼠指的是小象 那大米呢 里面写的大米 不会是指米羊不是我吧 人家姓米你也要跟着姓米啊 天哪 我快要疯掉了 哎呦 反正事情弄清楚就好了 你也别太难过了 我都失恋了 我难不难过吗 对不起啊飞翔 都是我搞错了 搞了个大乌龙 小象写情书给米羊 他们可以凑一顿 不用说对不起 只要你跟我在一起就可以了 心一点好痛 你怎么像小孩一样娃娃大叫呢 痛得感觉有分大人跟小孩的 谁让你追人家女朋友 挨打也是正常的 男未婚女未嫁 谁也说不准谁是谁的女朋友 追军军呢 我跟米羊是公平竞争 打拳击啊 米羊只会来因那儿偷袭我 你不是说你红韵当头 正在走桃花韵吗 别说了 爱情来得快去得也快 怎么 你跟军军的新恋情 这么快就结束了 那是一场误会 军军把信弄错了 我也就不明就里地收了 焦焦 为了你 也为了我 你应该想个办法来帮我 你自己不争气啊 帮了也是白帮 好啊 如果你不帮我 米羊跟军军在一起 我们两个还可以勉强凑一对 可是万一不幸小象把米羊抢走了 军军对米羊死了心 跟我在一起 那你岂不是要一个人哭了 谁跟你勉强凑一对呢 就凭那个小象 凭什么给我装米羊啊 哎呦胡亲爱的 你怎么一点危机意识都没有啊 你就别在这儿伤风点火了 小象写给米羊的情书 我全都看到了 你还不相信 真的 米羊和小象 怎么可能呢 这怎么了 是不是女生有问题啊 之前还没发现什么问题 给我点时间我再检查一点 好 米羊 我去办公室找你 他们说你不在 你家这里干嘛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今天刚好没班 你可不可以 快要坐很多天啊 好啊 兵 transferred to me 武拟地说 宇宙适 것 救得到mmm 每当我手上的时候 总想起你的好 雲铭中注定了我 没有你的怀抱 当我沉醉再直追 それ情迷的时间里 Amazing 你從來都沒給我寫過情書 情書 是情人之間的東西 我跟你好像不需要吧 那你給星星寫過情書嗎 你今天為什麼 會有那麼多傻話啊 我不傻 我知道小向都給你寫情書了 小向 最近為什麼那麼多人有興趣 關心我跟小向的事情 你喜歡鈞鈞也就罷了 怎麼又多了個小向 小向那封信啊 我連看都沒有看過 大家又是風又是雨的 我都不知道應該怎麼怎麼解釋 才能夠解釋得明白 我們倆認識這麼久了 你對我也不明白 其實你的心意我當然是明白 可是有時候 人跟人的相處不是那麼簡單的 明白跟不明白 誰又能真正瞭解 有時候 我覺得我們倆的距離很近 有時候 我覺得我們倆的距離 越來越遠 對不起啊 我把你的事情搞砸了 君姐姐 你是一番好意 我不怪你 那以後 你有什麼需要我幫忙的 你儘管說 我一定會幫你做好 君姐姐 那你再幫我擺這封信給米洋經理好嗎 你不是說要是喜歡一個人 就應該勇敢地向他表達嗎 我都已經把事情搞砸了 你還願意相信我啊 你是我的好姐姐 我不相信你相信誰啊 嗯 那你可以親自把信交給他 哎呀 人們剛在他面前觸進了洋下 你不再去送信 多難為情啊 君姐 你是不是也喜歡米洋經理啊 你要是也喜歡米洋 我就不勉強你了 好吧 這封信啊 我一定幫你送到 太感謝你了君君姐 你不是說你沒收過情書嗎 你現在收到一封 你可以好好看看啊 君君 既然事情都那麼清楚了 你還拿小向的心來氣我 他一直叫我把線轉交給你 我不好意思拒絕啊 我真的發現 你是個無藥可救善良的女孩 別人叫你把信拿給我 你真的就去當信差 把信交到我手上啊 誰叫我糊塗給人幫著倒忙啊 早知道小向的情書是寫給你的 一開始我就不會接受 搞得我現在這麼尷尬 我都不知道應該怎麼向小向說 才能夠不傷到她的心 又可以讓她明白我的處境 你啊 小向的心地很善良 你跟費翔這樣把她推來推去的 我覺得她好可憐哦 你啊 就是心太軟才會有今天 那不如這樣子好了 我跟費翔商商量看誰去安慰她 跟小向說個明白你覺得好嗎 好啊 那我就犧牲你了 反正她喜歡你多好啊 反正她喜歡你多好啊 那你捨得啊 不好了 這個機會還是留給費翔好了 嗯 好啊 好啊 哇 好香啊 我在做你最喜歡吃的紅沙番茄牛肉 嗯 電視上面說啊 要抓住一個男人 就必須先抓住他的胃 你為什麼要抓我的胃啊 嗯 費翔叔叔已經跟君君阿姨求婚了 那我們就只能相依為命啦 我當然要把飯學做好了 費翔叔叔跟君君阿姨求婚 也必須要君君阿姨點頭才行啊 誰給你的情書啊 給親愛的大米 永遠愛你的老鼠 誰這麼浪漫 啊 那米妮信還給我啊 我聽見你的聲音 有種特別的感覺 讓我不斷想 不敢再忘記你 寫給你的情書啊 怎麼這麼懶啊 居然用老鼠愛大米的歌詞耶 別人的信你就別看了啊 一點規矩都沒有 哎呀爸 你就告訴我到底是誰嘛 哎你別管是誰寫的 哎哎哎哎對的 你的紅燒番茄牛肉燒焦咯 哦糟糕我差點忘了 哎不對啊 你耍我 我的紅燒番茄牛肉明明還沒開始燒耶 哎呀 啊 師兄 總之 應該 應該 讓你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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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假期过完之后 一离开度假村 就把不愉快的事情全都忘了 这就是我的初恋知道吗 初恋 我觉得比较像是单恋 暗恋 爱一个人 爱一个人怎么就这么辛苦呢 那是因为你爱了一个不该爱的人 我喜欢的男人 为什么每个女孩都跟我抢 你想呀 好男人往那一站 有眼睛的女孩全都看见了 我傻了什么仇怒你知道吗 连写信都找她的女朋友帮我送信 也是扮得跟猪似的 你呀 是一个需要减肥的猪 减肥 对呀 减肥啊 等你变得漂亮变得苗条之后 重新出发 你看你 那房间都画错了 到底有没有玩过跳房间啊 看起来差不多吧 什么差不多 你看你 画得像稻草人一样 剥土 我们都是这样画的 你要跟着时代一起进步 那你说应该怎么画 算了算了算了 我们玩吧 来 给你 等一等 敏妮 我要是输的话 就请你吃冰激凌 如果你输了 就把小向阿姨写给爸爸的信 拿出来让姐姐看一看 写些什么好吗 哎呀 还不是那些弱麻细细的画 有什么好看 真的 对呀 而且 你也不能让我去偷吧 我没说让你去偷啊 我的意思是 趁你爸爸不注意的时候 把她拿出来 那还不是等于是偷 她知道啊 肯定为妈说的 我才不敢 你到底要玩不玩跳房子啊 太有运动了 快给你捡回来的 快给你捡回来的 你买什么去了 这儿都是些好吃的零食 我告诉你 为什么 省得你信心动扬 功亏一篑啊 你呀放心吧 我已经下定决心了 三个星期后 让你眼光一亮 是吗 真的吗 到时候啊 废祥和敏杨见了啊 让他们那个眼珠子 都掉下来 好 到时候啊 你就可以谈恋爱 可以结婚了 成了成了 快快快 我减肥了啊 好 来 看看 你什么东西 好 好 冷静 你们 他是 上几个了 李桐 你 好 在那里 我孙中 游戏 文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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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谢观看 感性 感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这就是 感谢观看